香港和内地全面恢复正常通关首日 香港考察团一早搭乘广深港高铁抵达南沙庆城站 先后对高铁TOD项目、医疗门诊、学校、清创基地进行了实地走访 庆盛书纽终合体TOD项目是首个粤港合作项目 与港科大广州校区民心港人子弟学校隔桥相望 项目将在现有的兴盛地铁站和高铁站无缝连接的基础上 增加长途汽车站、公交总站、商场、写字楼等多项设施 打造大湾区地理中心的交通综合书纽 为大湾区半小时交通圈提供重要支撑 在香港九龙、西九龙高铁游到来就立即可以下 接着就可以出车站就可以上兴盛地铁站的发展项目 是很好的、很方便的 所以我们期待来更多互相之间、人与人之间、讯息之间 合作、交流是会贫民很多的 随后考察团前往南沙人才港参观全科门诊部 了解香港全科医生服务在南沙的发展情况 据负责人介绍,门诊部和南沙卫计局合作 为居住在南沙的港澳居民提供全科医生服务 又会在南沙的公立医院设置港澳居民就诊服务中心 为港澳居民解决在内地就医的社保、报销等问题 更计划引进部分港澳居民常用药 贴合港澳居民的就医习惯 最有效的医疗、资源用得最好的方法 就是在基层医疗那里做了第一步的医疗工作 所以这个是第一步踏出来了 我们希望不单单在南沙、在广州、广东省 然后就是辅射到全国区 第三站考察团来到和人财港隔道相望的创响湾 了解香港创业青年的创业情况 梁振英亦成为天团导游 向大家介绍南沙变租的营商环境 灵活的办公场地 低廉的创业成本等优势 呼吁港商在南沙设立办公主点 令港澳合作爆发式发展 特别年轻人多些 他们已经在插旗、在做事 我们一定会推荐 而且迟些要带多青年朋友来这里 感受、深厚感受差很远 今天最开心因为第一天通关 我们很顺利看到国家的发展 人民的和平 还有特别我们香港人融会在一起 两地商协会负责人和代表超过120人 还参加了恢复通关后的首个 瑞港商协会协作交流活动 为更高水平推动南沙方案的落实 和持续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活动期间 三组八家友好协商会代表 在现场举行签约仪式 最关键的是让三维 疫情后互动起来 让企业互相更加的了解 更加的去抓住这个发展的机遇 作为三年来首个访问南沙的大型考察团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 考察团由各行业的商协会代表组成 代表性相当全面 期望各协会企业在南沙设立注点 进一步加强两地交流合作 以实际行动助力高质量发展 本次考察是粤港两地对高质量发展的 商向吩咐 两地商会企业将会发挥自身优势 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